蘇先生,我知道你在领会,房协,做过CEO 我想请问你对现在生一代的行政人员 你有什么提示和建议给他们呢? 很简单,不停进修,自我增值 EMBA是其中之一 这个是没有付钱的 你看他那时候很辛苦都读过MBA 你就看到他的想法了 其实是这样说 为什么读MBA或者EMBA? 就是因为很多同学,我发现那时候的得着 除了一些教授很努力教我们之外 因为很多不同的行业 那个杂施讲义,你会多明白 为什么他这个行业的想法和你的思维是不同的 就是好像那时候我做了一个项目 有一个是做工程的 有一个是做会计的 我有一个是做地产的测量的 有一个是做医生的 大家在做一个项目,讲一些东西出来 你会发现原来有人可以这样看 学了,你会更多听别人的说话 我想正如有人问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 或者不是成为主持人 而是一个同事也好 就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你会更多听得比自己说得更多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我想请问你对于人生 你有什么座右铭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认为我做事就很耐力 但我的欲望那方面就不太大 最重要就是知足常乐 你做到那件事 你觉得已经挺好了 你做事就要做得最好 但是你自己本身 譬如我做这个位置 这样的人刚 你也有周边的朋友 这样的家庭 你已经很知足了 也很感恩 这样就足够了 不需要想得太复杂 所以上一次 在和Victor见面的时候 我记得我问过Victor 一个问题就是 Victor在物业本里 建房子 做了这么多年 我问过Victor就是 你对自己的住屋有要求吗? 你的房子是否很大的? 你的投资取向是什么? 有名字去听听 是否都是知足常乐呢? 我家庭就够我和太太住了 因为我这两个儿子结了婚 都在加拿大住 所以我从很大的房子 不是很大的房子 小时我住得很大的房子 我一直出去读书 然后在外国定居 我一直自己回去减少了 就不需要住这么大的房子 也觉得 以前有一个我看电邮 说过一句话 我都觉得挺有用的 他说 宅宽 宅就是住宅的宅 不如深宽 就是你的深空宽大 比你住的房子够大 我觉得是挺对的 我一直在吗 我再继续